当年我能给你的金玉依旧不灭 一说到老矮 最让人们印象深刻的就是 他的转轮绝技 而他也凭借着这项绝 即获得了秦始皇母亲赵姬的欢心 把赵姬折腾的好几天都没有缓过神 赵姬爱他爱得连亲生儿子都不顾了 老矮一开始是个小混混 他能够成为赵姬最宠爱的男人 这和吕不韦脱不了关系 原本赵姬是吕不韦的小妾 后来被当作礼物 送给了秦始皇的父亲迎一人 只可惜迎一人没过几年便迎年早逝了 而年仅13岁的迎正则成为了新的秦王 奈何他年龄太小 所以朝政则由赵姬和吕不韦把持 赵姬生性风流 在当吕不韦小妾之前还是风尘女子 转嫁给迎一人以后 在如狼似虎的年纪又守了寡 因此他又和吕不韦勾搭在一起了 经常在宫里偷情 可随着迎正慢慢长大 吕不韦担心聪明过人的他 会发现自己和赵姬的奸情 影响到他的地位和权势 于是他就想着赶紧找一个人来代替自己 而这个人便是落矮 落矮是咸阳城里的小混混 整天游荡在街上 无所事事 经常和村里一些风流的妇女搞暧昧 耍流氓 而关于他身上那方面的能力 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 引得无数放荡妇女垂涎三尺 太后赵姬自然知道了这件事 吕不韦立马给赵姬推荐了落矮 你的孽种也能算得上是龙种 天不知耻 我不能再这样了 我要去见李丞相 落矮一技之长有多厉害 能让太后甘愿为其生子 让赵姬五天不能下马车 可是秦王公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于是吕不韦为落矮设计了一场假阴歌 让他成了一名假太监 据说为了艳名真身 行刑官里将割下的吕不韦放在落矮身上 以一甲乱针 再经过一番形象整理 落矮看上去就像一个太监 就这样 根据宫里的流程 吕不韦将他送进了赵姬宫中 当天晚上落矮就伺候了赵姬 经过一晚的折腾 赵姬十分满意 第二天中赏了吕不韦 吕不韦也因此彻底脱身了 赵姬自从得到落矮以后 整日荣光焕发 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而落矮也把赵姬当做了 自己向上的阶梯紧紧抓住 尽显自己本事来获取赵姬的欢心 生怕一不留神自己又变成了小混混 在落矮的努力下 赵姬好像又拥有了恋爱般的感觉 不管去干什么都将落矮待在身边 两个人如胶似漆 行影不离 一次 两人乘马车外出游玩 或许是两人太兴奋了 他们竟然待在马车上 几天几夜都没有下来 据野史记载 赵姬下马车以后容光焕发 面色红润 而年轻气盛的落矮 看上去面容憔悴 好像被透支了一样 没过多久 赵姬怀孕了 她害怕怀孕的事情 被儿子嬴政发现 于是就谎称自己生病了 想要外出疗养 于是她和落矮跑去了雍城大政宫 我知道你心里老想着吕不韦 也知道你瞧不上我 你就眼不见为敬吧 来来来 老矮一技之长有多厉害 能让太后甘愿为其生子 让赵姬五天不能下马车 两个人离开皇宫以后 行为举止更加不避讳了 短短两年时间里 赵姬就给老矮生了两个儿子 偷偷放在宫里抚养 有了爱情的结晶 赵姬越来越觉得 老矮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 她不管什么事情都听老矮的 甚至还和老矮约定 一旦儿子嬴政驾崩 就让他们的儿子当秦王 这时候的老矮内心逐渐膨胀 也得到了更多的赏赐 妥妥的一个爆发户形象 感受到权力的好处以后 她开始大肆招揽门客 贿赂朝中权贵 权势已经腐蚀他的理智 一次喝醉酒后竟然酒后乱言 说自己是秦始皇嬴政的假父 嬴政听了以后非常愤怒 立马派人收集老矮的罪证 一查才知道 老矮根本就不是太监 他是吕不韦安排在赵姬身边的男处 更可恶的是 他和太后给自己生了两个弟弟 这下东窗事发 老矮非常害怕 于是狗急跳墙的他 连夜和赵姬商量对策 赵姬力量决定先发之人 他先是将秦王嬴政所住的齐年宫围住 说里面有贼 随后对宫殿发起猛烈进攻 打算趁秦王的援兵到来之前将其除掉 自己取而代之 然而他太高估自己了 也太低估千古一地了 在这紧要关头 嬴政出现了 他宣布了烙矮的罪行 还发出了悬赏令 谁能活捉烙矮 此前百万 就这样 众人听到秦王的召唤后 纷纷反歌相继 而烙矮的结局也可想而知 被活捉以后五马分尸 诛灭三族 而赵姬则被赶出咸阳 至于他和烙矮生的两个孩子 都被装进麻袋活活摔死了